啊,是的 運動員說了 來公二次 嗨,你好,超級爺爺SuperG 我現在在捷運的越台 哪一個站 台北車站 機場捷運的台北車站 我今天做機場捷運要到林口 到林口去吃拉麵 說拉麵也不是日本的拉麵 用拉的,中國式的拉麵 這個捷運我以前有做過一次 疫情快結束的時候 我要回國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公車一天只開兩班 所以我做這個倒計場 兩年前的事情 今天為什麼我要到林口吃拉麵 原來是這樣 剛剛那個 我走在外面的時候 你有看到這個馬上知道是我嗎 對啊 一轉眼我就馬上就認出來了 尤其你那個髮型 對對對,這個白頭髮是不是 很多人說 看到我的白頭髮就知道 你是打中文嗎 對 然後馬上想到那個是YouTube的那個人 對,超級爺爺 對對對 髮型 我想說這一個把你訂閱看看 謝謝 謝謝 那這樣子這個也是一個緣分嘛 那可不可以請你提供 你的那個美食口袋名單 美食口袋名單 那邊有什麼東西 你常去這個店家當中 覺得好吃的有哪一家呢 噢 在林口 林口那邊有一個賣拉麵的 拉麵 那個名字叫做 嗯 我現在我也 忘了 我如果有帶客人到機場回來 都會想到林口去吃一下 這樣子喔 我有興趣想要知道這間是什麼 林口竹林路 竹林路 嗯 店名叫做什麼 店名 我現在我可能弄掉 我們感覺好吃 對對對 可以當然當然 因為人很多就感覺好吃 當然當然當然 他那個牛肉湯裡面有加兩塊蘿蔔 蘿蔔可以把味道 好 這個很有意思耶 我有興趣 我想去吃看看 好 那我知道了 謝謝 司機先生謝謝你 謝謝你 有言相繼啊 好 謝謝 謝謝 ということで 俺是在這裡 空港MRT 中 空港 林口 確實在是 20分 但 那 我還在那裡 還在罰 那 反正 林口 考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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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こでバスに乗るんだろう 駅の地図によれば こっちの方らしいが それよりここの風景 なんか新平市と似てるな で、やっとバス乗り場に着いたんだが どのバスに乗ったらいいのか 全然わからん 降りるバス停は調べてきたんだけど そこに行くバスが見つからない 行けるのかな バス停でタクシー拾うっていう最悪のパターンは避けたい いやー運転手さんには行ってきますって 後悔が始まってる でもなんとかなるもんだ こうしてちゃんとバスに乗れた 降りる駅は分かってる あとは乗り過ごさないように注意するだけ はい 終于来た竹林路口 竹林路跟仁愛路口 都ちょっと好遠ね 我已经肚子好餓了 現在要去找竹林路 竹林路 文华牛肉麵有聞過嗎 文华 竹林路口 昼時を外れているせいか混んでない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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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了拉麵,但看起來是牛肉 我煮了,我會吃牛肉 很美味,我會期待得到這個顏色 啊 啊 啊 牛肉拉面 啊 牛肉拉面 這 他 牛肉拉面 吃肉 肉が柔らかい 作り方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 昔からある伝統的な作り方で食べ慣れた味 じゃあ今度は麺いってみよう 見た目はスーパーとかで売ってる 安物のうどんに見えたけど 違う コシがある コシがあってボロボロ切れたりしない それにしてもこういう尿蔵麺 台北じゃあんまり食べたことないな いや台北だけじゃなくて他のところでも記憶にない 麺もそうだけどまず何と言ってもスープ スープがここまで透明の尿蔵麺 見たことない でおまけに大根 牛肉と大根のコラボ これも初めてかもしれない あ、うまい 思ったより全然うまい しっかり味が染み込んでこれだけで食べてもうまい 麺にも慣れてきた 面白いもんで今見たらうどんに見えない ラーミエンだ 白いラーミエン で最後はスープ これすっごい 今日一番のサプライズ 透明で見た目は味薄そうなのにしっかりと奥深い味 ちょっと違うんだけど日本の塩ラーメンの美味しいの あのスープを飲んだ時に感じる見た目と味のギャップ すぐに理解できなくて一瞬戸惑う魅力 こういうの台湾の麺で初めて 最後は一気にいきましょう 牛肉ラーメンのしょうかんしょく はい、計程車司機介紹給我的牛肉ラーメン 跟我知道的牛肉麵有點不一样 牛肉很熟悉 但麵條和湯頭差很多 还有蘿蔔 這個蘿蔔他当独煮非常入味 有机会以後還想吃 下次吃的话 那个 那个 鸡肉ラーメン 我想吃那个 因为没吃过 但要到这里埋怨的 司机先生他可以 带客人到机场的回程 順便来吃 我没有开計程車 以後口袋名单不要这么远 想起来了 我要回家 好 那么今天的超级耶稣プロジー 到此就结束了 下次还有机会的话 我们继续聊聊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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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